而讲到当事人 论文造假风暴 让蒋伟宁辞去了教育部长 还得接受调查 不过呢 总得跟同仁好好道别 今天呢 他参加了教育部 替他举办的欢送会 一看到了回顾影片 他难过到差点 说不出话 一走出电梯 同仁赶紧献上鲜花 拧着嘴 眼眶还微微泛红的 教育部前部长蒋伟宁 卸任了 全场起力鼓掌 要来欢送他们的大家长 不知道是不是被现场气氛给感动到 才看完回顾影片的蒋伟宁 明明说好不哭的 依旧忍不住哽咽了 我刚跟大家提供 就是真的要跟大家感慨 我在两年五个月 有八十月的这时间里面 其实真的是 面之在之 实实在在的 希望跟大家一同的努力 能够把教育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我的唯一的一部方法 难过 不舍 全写在脸上 但蒋伟宁更难受的是国际期刊 来函指出 之所以撤销论文是因为同侪审查 程序有问题 共同挂名的作者 也就是蒋伟宁 可能根本都不知情 翻出期刊帮自己背书 蒋伟宁强调辞职是为了要维护生育 相信很快就能 还他公道 这件事情的一开始的发生 是因为在投稿的过程中 有冒名审稿的这样子的情形 而最后变成是说 变成有其他抄袭 或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确实也是 是不理想的一个发展 科技部他一定会把 会做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析出来 这一两天应该就会出来了 卸人后 蒋伟宁将回中央大学 继续执教编 少了部长这个重担 这一刻的蒋教授 只想好好和一起打拼的 部里同仁度过最后一课 台北报导